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2年的1月2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房地产税这只靴子终于落地 厦门成为第一个官宣房地产税试点城市 在昨天2022年的1月28日,凤凰网财经报道 厦门市统计局获发布2021年厦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运行分析 文中提到,多挫并举稳定房地产销售市场 一要加大加快,全市保障房建设力度稳定市场的同时 控制房价上涨过快,力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重点来了,大家听好,二要做好房地产税试点落地厦门的前期准备工作 以防止全市房地产市场出现大的波动 财联社1月28日消息,厦门市统计局日前发布 2021年厦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运行分析 文中提到,做好房地产税试点落地厦门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厦门是否被列入房地产税试点城市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 目前收到的通知是,做好房地产税试点前期准备工作 具体相关政策以正式文件为主 这个财联社的报道,意思就是 财联社的记者询问厦门税务局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是 目前收到的通知是做好房地产税试点的前期准备工作 具体相关政策以正式文件为主 这就是实锤了,连厦门税务局都已经收到了房地产税试点的通知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正式文件还没出来 按理说,房地产税试点的这个消息要由税务局或者是住建局的人发出来 没想到统计局一不收税,二不管房子,就直接把房地产税试点的这种消息给报了出来 之后税务局证实了这个消息 很多人一直说房地产税不会出台 就是因为现在的经济这么差,很多人会交不起房地产税的 另外若出台房地产税,房价会下跌,会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 但是要知道,现在的地方政府由于卖地收入拒减 很多地方的公务员已经发不出工资了 地方政府财政已经出现了巨额亏空 公务员教师已经嗷嗷叫了 所以他必须要启用新的税源 就目前来看,在所有的税源当中 只有这个房地产税是最合适的 也是能收上来不少的 所以房地产税一定会出台 没有任何一种政策是多方都得利的 他只能出台一个对政府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政策 因为若地方政府没钱 那基层就会没有人干活 就会乱套,基层治理就会出现坍塌 所以中共不可能任由基层崩溃 因此找新的税源来养活这些公务员 还有教师就成了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只有厦门官宣了 但是不可能只出台一个试点城市 我想试点城市怎么也要出台10个左右吧 一线城市里边怎么也要出一个 是深圳还是上海呢 估计北京不会出台的 然后呢 新一线城市里边的杭州应该出台吧 再就是武汉重庆 然后像东北的大连或者是沈阳 这个消息一出来 估计很多人会出手手里的多套房子 这也是现在国内媒体整天炒作 哪哪哪房价又大涨了 银行降息 现在正是买房的好时机 就是在忽悠接盘侠进场 他们好悄悄的出货 很多房产中介 房产专家说银行要放水 国内房价又会来一波大涨 实际上说这些话的人都没看懂2015年 国内那波房价是怎么涨的 在2015年之前 国内一年之内降息五次 降准六次 就是一年时间内降准降息 加起来11次 并且当时限购的一线城市全部放开 连首付都变成了两成首付 都没能把房价给拉起来 最后没办法 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棚改去库存 直接拆了旧房子 人为的制造出大量的刚需 并且手里有政府给的大量的拆迁款 这才把楼市给拉起来 现在楼市限购都没怎么放开 降息降准才这么点 就要开始喊房价大涨 怎么可能呢 去年房价大涨的杭州和上海 都是启动了棚改拆迁 上海从去年10月份 开始大量进行黄浦区和徐家会的拆迁 利用城投债投放了巨量的资金 上海人的工资确实是比二三线城市要高 但是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 目前上海的房价都是由城投债推动的 但城投债是有极限的 一定要有循环 一定要买房子的人拆迁之后 用拆迁的钱买更大的房子 并且自己还要付更多的房贷 而且还贷能力还要够好 这样的话房地产商拿到钱就可以去买更多的地 政府卖了地就可以把城投债的钱给还了 银行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利润 就来自于买房子人背负的房贷 一旦城投债失去循环 房价就会失去支撑 房子价格在短期内炒得越高越快 那么再失去城投债的支撑 下跌下来也会又快又狠 也就是买房的人把今后几十年的收入都贡献给了地方政府 银行还有房地产商 但是一旦经济萧条 收入降低 这些买房人无法承受这种高额房贷 这一条循环链就会被打破 城投债就还不出去 就无法继续借了 而其他城投债都发不出去的城市 都没有胆量在弄棚拆迁 所以从去年下半年起 房价就在慢慢的下跌 现在厦门官宣房地产税出台的消息 所有房产中介和所谓的房产专家在那忽悠 说银行降息 房价会大涨 但实际房价反而会下跌 最后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一 从微博评论看到的消息 我们知道恒大已经破产了 恒大理财产品的受害者压着不让报案 不让立案 所以因为恒大国内死了最起码几十人 政府压着不让出声 除了理财 死的还有供应商 被害的人倾家荡产 自杀的也有几个 但目前还没听说业主自杀的 二 一月二十八日 杭州新增十八例确诊病例 北京新增五例确诊病例 天津新增五例确诊病例 国内疫情在多地扩大 这是爆出来的 实际上肯定要比较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